大家好,我是黄前生 我今天谈的是怎么样走出英国移民遣送中心 那么根据我近一年来的工作经验 从英国的移民遣送中心走出来的人大致是以下三种 第一种,他是说我是现代奴役的受害者 或者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英国前两年推出了一个法案 他们要严重,就非常严厉的打击人口贩卖市 要拯救那些人口贩卖受害者和现代奴役 那么核心意义呢,什么叫现代人口贩卖受害者呢 那就是说在你的国家和在来英国的途中 以及最后到达英国以后 你有没有被强迫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或者你被剥削 或者你有什么理由你认为你是被剥削了 你给出这样的理由 那么移民局进行评估以后 他初步一个评估 他觉得有点可信 那么他就会给你45天的居留 因为这45天他们要把你的案子转到英国专门的一个机构 就处理人口贩卖的这个机构 去核实,去调查你这个情况是不是真的 或者他们信不信 那么在这段时间 他呢,就先把你放出去 那么所以呢,现在很多在潜送中心的人呢 他们就爆出这样的理由 这个理由它是各种各样的 但是他们爆出这样的理由 大部分呢,移民局会开始给予相信 然后把你放出去 那么有个别的他们不相信 因为这个每个人的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以前,比如说这个人他以前被抓过 这个人他是第一次被抓 这个人他以前可能有一些犯罪记录 这个人他没有犯罪记录 等等,以及当时他们在什么地方被抓的 等等这些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但是呢,大部分 一般你提出这样的理由 只要觉得表面上是合理的 一般他会先把你放出来 然后你在外面呢 等待他们的审查结果 但是你要报道 他会给你一张报道纸 你要在他规定的时间 一般是一个星期报道一次 那也有一个月报道一次的 这是第一种方式他走出来的 第二种他走出来的方式 他申请了政治庇护 那么政治庇护呢 这个东西呢,比较复杂 我将来有机会的话呢 我专题地说这个问题 那么大致上呢 就是说是呢 移民局问你 你愿不愿意回去 那么这些被抓的人 他肯定说我不愿意回去啊 那么他移民局又问他 你为什么不愿意回去 你有什么害怕吗 他说我有害怕 那么很多80%的人都说 我在家呢 做生意借了高利贷 然后我的生意破产了 那些高利贷的人要追杀我 那个大部分人都说这样的理由 那这也是一种害怕 不愿意回去的理由 但是呢 这个不是属于联合国难民公约规定的 那个英国要承担的那个 接受你作为庇护者的一个理由 这不是联合国难民公约规定 那个难民含义 但是呢 因为这个高利贷这个东西 你应该是找你这个国内的 这个当局来保护你 对不对 你到公安局去 或到你到政府去 由他们来保护你 政治避难主要是指 当地政府迫害你 他不保护你的 不可能政府要迫害你 政府怎么可能保护你呢 所以你只能到国际上去报 那么 但我们这个就是话题很长了 那么 很多人呢 他报这样的理由 那么移民局也把它处理 作为庇护来处理 然后呢 在处理完了以后 或者在等待上诉期间 他会把你放出来 让你在外面等 因为大家要排队嘛 那么你如果是第一次被抓 又没有什么不良记录 他何必让你在监狱里面等 他就先把你放出来 第三种原因 那就是你找了律师 他们给你做 那个保释的法律程序 那么这个里面呢 就是说 有找那个免费的律师 也有找自费的律师 那中国人一般都以为 自费的好 自费的会帮忙 其实不是这样的 在申请庇护啊 保释这个问题上呢 其实 你还是找免费的律师 比较好 因为据我所知 收费的律师 他要收6000磅 你想想 他6000磅可不是一个小数 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我记得我以前 当年20年前 我来英国 我一年存款 我都存不到3000磅 这6000磅拿出来 数字 数额太大 另外呢 有好多情况 实际上 移民局 本来都已经要放你了 然后律师 但你 你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放 然后你就花了那么多钱 找了律师 然后呢 就 弄了半天 最后放出来 实际上你不找律师 可能 再过一个礼拜 你也放出来了 大部分有很多这种情况 如果你对英国的移民法 有所了解的话 你就不至于去花这个冤枉钱 这是大致上的三种情况 我将来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我会详细的对这三种情况 做一些解释 让你了解 应该怎么样 去那个 就是说遵守英国的法律 和你的律师配合 如果你喜欢我的这个视频 请订阅我 谢谢